就在习近平的微笑中 中国两会画下句点 但同时公布的2021国防预算 可能会让其他国家笑不出来 从数字上来看 2021中国总国防预算 高达台币5.8兆 和去年相比增加6.8% 更让美国担心的是 中国暴增的海军舰队 上级通报 敌惠舰一艘 在我航空兵打击下受重创 上级命我编队 对其支持炮火攻击 坚决将其进程 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局统计 截至2020年底 中国解放军海军的数量 就比美国多60多艘 到2025年之前 数量更会来到惊人的400艘 短短20年间就暴增 两倍有余 但光看船舰数量恐怕不太准确 根据智库国际海事安全中心 2019的数据显示 美国海军总动位高达460万吨 中国海军还不到200万 显示中国重量不重值 更不用说双方海军兵力落差也不少 美军超过33万 中国只有25万 中国就怕自己成为世界公敌 只好不断强调没有扩张欲望 但近年第一岛链受到的压力 不减反增也是事实 美中双方海上争霸 肯定会逐渐白热化 三连新闻 终于好报道